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这句经典台词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 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影《铃海雪原》 剧中主角杨子荣独创《威虎山》 《蛇战群匪》 至琴作山雕演绎了一个志勇双全的文军侦察员形象 杨子荣剧到实际上 杨子荣志趣《威虎山》的故事并非完全入传 而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 杨子荣也确有欺人 1945年8月 已经28岁的杨子荣 在较东地区参军 被编入了牡丹江军区二团 很想能冲锋陷阵的杨子荣 却被分到了吹噬班 当了一名伙父 当年11月 杨子荣随部队开赴牡丹江剿匪 1946年3月 在一次剿匪行动中 二团有一位班长壮烈牺牲 指导员火箭提拔杨子荣为班长 命令他带领该班战士继续完成剿匪任务 当上班长的第二天 杨子荣就一战成名 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当天杨子荣跟随团长包围了一个名叫姓树沟村的匪窝 里面盘踞着四百多位土匪 他们望出凭借坚固的防御攻势 和我军富于顽抗 战斗打响后 我军发起了强大的攻势 但一来匪众人多 二来村里的老百姓 让我军在进攻投鼠忌器 战事处于胶着状态 正在此时 战壕里跃出一个身影 挥舞着白毛巾 向村子里冲了过去 匪徒们一看 难不成有人想投降 一下愣了神 停止了射击 我军这边也不明就里 一时也停了火 不过 团长当时火冒三战 举起了手中的枪 准备避了这个临阵投降之人 此时 传令兵火速赶来 按下了团长的枪 告诉他 那人是杨班长 为了避免造成百姓的伤亡 杨班长未经请示 自告奋勇地进村劝降了 团长只好下令停火 进关 其变 两个小时后 杏树沟村四周都插上了白旗 四百多位土匪居然脚枪投降了 杨紫荣的英勇故事 由此传遍了全团 成了战斗模范 随后 杨紫荣再次临危受命 带领六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 化妆侦查 潜入坐山雕的老窝 成功升行了坐山雕 等二十多名匪众 坐山雕剧照 这个坐山雕的真名叫张乐山 世代北匪 盘踞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长达数十年 历经清末 北洋政府 维曼洲等时期 凶狠残暴 嗜血成性 鱼角不灭 但杨紫荣凭借自己对土匪的了解 以及缜密的计划 以以往无前的勇气 和土匪斗智斗勇 一举端的坐山雕的老巢 消灭了这伙冠匪 为此 东北军司令部队杨紫荣进行了嘉奖 不但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称号 还给他寄了一次三等功 但是 就是这样一位胆识过人 智勇双全的侦察英雄 在活桌座山雕仅仅十六天后 在一次剿匪战斗中 因枪械故障 牺牲在了土匪的枪下 新中国成立后 杨紫荣的英雄事迹 被编成了革命样板系智取微虎山 一时风靡全国 智取微虎山海报不过 杨紫荣的声势却一直是个谜 由于他当初是化名参军的 战友们根据他的口音 只知道他是山东焦州一带人 部队的档案里 关于他的资料也非常少 就连杨紫荣的战友 林海雪原的作者驱拨 也无法提供更多关于他的身世资料 1964年 山东省军区和杨紫荣生前的部队 曾组建联合调查组 对杨紫荣的身世 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 但毫无所获 1969年 国家再次成立调查组 对杨紫荣出生进行调查 调查组成员走遍了 郊州一带的各个区间 调阅档案资料数百份 张贴寻人启示数千张 发送协查文件上百份 在经过了两个月的细致摸牌后 终于确定了杨紫荣的出生地等相关 声势资料 原来杨紫荣的名杨东卫 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谋平县 父亲是一名尼瓦将 母亲是一位地道的农家妇女 幼年时期 为了生计 杨宗贵全家曾迁往辽宁丹东 随后 要强的母亲就带着她返回了谋平县 节衣缩食了供她上了几年私塾 14岁那年 杨宗贵小小年纪 就被迫进入工厂做工 帮助父母减轻 生活压力 但在几年后 老板嫌她手脚太慢 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 将她辞退了 杨宗贵只好找了一些体力活 出入船工 拉木材 放木牌等 继续赚钱养家 1938年 20岁的杨宗贵进入日本人的矿场开矿 因不满日本人虐待工友 暴躁了日本监工 逃回老家 1945年 杨宗贵化名杨子荣参军 其后屡历战功 成为了战斗英雄 1991年 毛平当地政府为杨子荣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 以告为英烈的在天之灵 参考资料 战斗英雄两子 荣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